今天港股和上证本身都有不错的表现 但稍后两样都是 港股和上证都有倒跌 上证中午收到2906点跌0.09点 跌幅比较轻微 但有一个高开低走的情况 总算还站稳在2900点 但港股今天高开100多点 开在27100多点 所以也变成一个明显的阴烛有倒跌的情况 高开低走 开步27183点 现在在21963点 220点左右的阴烛 昨天突破了一个应该说测试 不算明确突破了一条20天线 2万7千点齐头 今天暂时要下试 成交方面大 但不要忘记 其中一个近100亿的成交 这就在99800阿利88 现在是有96亿成交 今近半日市 说巿有4559历 减下至96亿 就 Wiwirlies 這跟今早差不多位置 開市位是188.1 開市後的波幅不算很大 今早我們見證它曾經試過 上代189.5 但都是I Fountain開市位 至於其他成交額磅上的股份 但最近又是那隻瓦膏 早前大跌的兩隻瓦膏都升得挺厲害 瓦膏其實沒有另一隻那麼好升 我剛才看過 當日最低位是4.5千半收 下隻是496 結果剛才最高升至4.72 即是低位足足升足十倍 因為當日10變1,跌了九成 後來1變10 認真厲害 兩日之間、三日之間 當然這些事我覺得 我不會特別恨 因為始終一來早知道 早知道肯定就說不肯定的東西 現在彈上來 都沒有了水位 已經回到明先 跌之前的位置 至於其他有哪些個股可以看看 見到今天就有一張歐書單973 出了業績 業績非常之厲害 中期業績順利按年升2.7倍 計算是2.15億港元的順利 總共有 不派中期息的 毛利率就減少了一點 82.4%就降至81.2% 但主要是順利增長很厲害 股價今天又升了一成 保餘20.2% 股份在過去半年 勢確實是挺強勢 6月份的時候 才只有13多元錢 之後出了幾次季度的業績 都是走前於市場的預期 優勝於市場的預期 所以在9月的時候 在10月的時候 甚至乎現在在11月的時候 都有一天是比較衝得厲害一點 而是這麼巧 不約而同 之前比較衝得厲害一點 那些日子 其實它的高位都收不穩 我現在譬如 叫做箭嘴子住那兩天 9月份 10月份 有兩次都是比較長長的上影線 但之後它不會怎樣跌 是跟著一級上 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不知道打後這半個月 可能會不會 都是在20元附近徘徊 但稍後仍然都相信 大方向會繼續起上 因為始終它的基本因素很好 是的 而且如果走勢上 都是突破了17年高位 其實就是最近這些環境區 就是18.5元左右 亦都開軟的圖 好像是一個雙底鏡線的位置 突破完 其實都非常有上網空間 因為其實它在2015年的時候 其實是23.5元以上 24元左右的位置 其實它的股價 其實現在是一直在低位上反彈上來 當然那時的銷售數字 就是再理想多一點 不過現在就已經 起碼證實它已經重回重拾升浪 一路以來的強勢 半年以來 維持一個震盪向上的局 此次的銷售數字 此次我又要再提及 都有少少國際的銷售 1913 Prada 亦都是從事銷售 升7.9% 其實公司方面 較早之前 亦都是因為利好的業績 而導致股價 有得升 公司較早之前 出了一些業績 當時大行報告 相繼看得不錯 當時8月2日 Prada上半年 賺1.55億人歐元 增加了55個百分點 如果看回當時8月的時候 正正可能就是這些水平 即開始見底 對 然後就做得好 大行看好 同時公司方面 在10月底 就收購了Prada家族 即是四間米蘭店 這裏就進一步 證明那些資產 就入了來上市公司 看看進一步向上的話 如果參考上方的一個阻力 我會看回 因為股份其實也是 之前都跌得很厲害 2018年最高位曾經見過46元 現在才只得一半左右 20多元 向上今天突破了19年 即是今年 2月份的高位 大概是29元 我想短線再看32元 這幾隻都是一些不錯的消費類型股份 消費是不弱的 經常說市道差 可能不是太過本 不是純本地 應該整間都是一次過在這裏上的 沒錯 歐蘇丹和Prada 它們都有外地的業務 如果你說在一些消費類 見到3998波斯燈 今天都起動 都升5% 報4.03 我見到張德芬就說 多少錢可以進入 如果它近期又在高位調整過 到達3.61元 暫時這些位置 見到是有支持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可以進入 即是買那個突破 現在4.02元 都是早前一些的 一些阻力 近一些阻力的位置 其實都是突破了 沒錯 我都覺得今天有少少 企穩即將 回升的即將 因為較早前一直在50天線 原來都是在看50天線 是的 即是這些位置托得住 是3.6日1 3.6日2附近 那又是 不用塞的 今天看看可不可以將報企 找到20天線 4.02元 現在就找到4.03元 確實今天成交大 半日成交已經大過昨天 也有羊竹 因為它開出是3.88元 現時一毫半指的羊竹 其實都不頑皮 也有3.4%的羊竹 也有3至4%左右 即是在高開之後 值得去留意 如果3.6日1指洩 那就是一成左右的風險 是的 剛才看到成交壓榜上 也有中國營氣 今天也上了榜 也要看 跌3.4% 講講那份業績 出了半年業績 出完業績今早有得高開 但高開之後就轉跌了 今次公佈半年業績 順利49.1億港元 按年升了16.2% 每股盈利94.08% 拍中期是每股10港 其實業績不算非常驚喜 但也算是一個正常的 股價今天開是$32 其實業績一早已經有了 其實今早有高開 但今天開始之後 就出現一個轉跌的情況 確實是嚇倒人 低位曾經下跌 大家看到現在有一條長長的下影線 低位曾經下跌到28.6毫 再沒有多$2 即是說都試過 都超過超過半成 升幅 剛剛有條牛熊線 28.5的位置 就是正常的牛熊線 我覺得有課的話 看著 因為就算今天收到多高多低 其實這一浪 高位已經出現了 10天20天線死亡交叉 所以會不會 短線來看 都有機會 就是要稍微 捉回近一點 九月份的位置 如果九月份的位置 我給大家參考 當時有個所謂的項線 大約是30.7的位置 又或者那期最低位 就是29.25 似乎都不是在現水平 有機會是否跌定 儘管未買的朋友 再觀望一下 或者因為它已經短線轉彎 可能你不用偷偷看 我見到Po有貨 是33.3的 是要給你們意見 要不要止蝕 你說這個位置 其實是在九月時後的 其實是一個前底 所以現在有些接近這個位置 就看著這個位置 跌到這裡 不衰都衰了 今天下影線說不定 是否有資金在低位買貨 其實業績不是差 是 其他同業的股份 其實今天都沒有特別大動靜 是 193華潤燃氣是43.4 升遠了三行前 都是回了一浪 其實是 如果華潤燃氣 它很有規律 慢慢天天都傾斜下去 可能這隻股份要回到大概7月份 就是之前的頂位才有機會做到支持 那些位置可能要求近1.5元 42元 至於2688 新澳能源都是同業 今天都是上升的 即是 只有一隻 就384跌 是啊 所以就 小心點 現在就剛剛12點 恆指中午收報26,966點 跌26點 上週總成交472億 其實今天變了 繼續在玩27,000點 指數方面 也不是阿里巴巴的話 根本就是很細成交 是啊 好 我們待會繼續打來和在網上留言給我們 稍後見 稍後見 好 分享節目時間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和打來 我看到YouTube上 麥少軒說 大肆怎麼看呢 剛剛買了牛 今天其實 今早就開了27,000以上 企不穩 27,000 企不穩 其實這個走水就不太好 暫時其實都是在27,000附近 這些關口爭持著 如果我今早買了牛 我現在就應該會指了它 其實就 因為 染之陰竹肉酸 陰竹肉酸 還有企不穩27,000 好像一上去又企不穩又下來 我都是偏向不敢做得太好 不過我不會反手又做膽 自己真的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陰竹的情況 確實這件事 其實暫時陰竹的幅度有200點 都不算是小 不要胡亂去忽視 譬如 又這樣說 如果以昨日開市位 因為昨日都是跳空之後 再上陽 268,73 就算是2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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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不要放進裂口裏面 不要放進裂口裏面 企還企 你都知道 我不太看淡 因為我仍然是覺得 譬如 人民幣利案家7.0253 中美就說是簽訂 我都是用人民幣來相信 所以我未有把握去做牛 但不會紅 照看著269的位置是否有支持 是呀 糟糕難炒 其實即是炒一下個股 沒必要 可以去估股 好 接著看看1951 CINDY 12.92入貨 怎麼看呢 現價是12.76 1號6 那方便有 3年陰 老實說真的要離開了 我記得我們將方達 跟這隻感恩 拿出來說 就說這隻1951 已經是很明顯的一個 叫做上方有貝池 下方有穿頂線 其實如果你是再挑剔一點 這次已經是3個頂 3個頂而是頸線 即是頭肩頸 對 很關鍵 13.14這些位置 13.14 這個低一點的頸線 接著這個就是13.14 這是頭肩頂的格局 明顯是 你說耕矛一點 拿一條低一點的頂線 穿都不走 沒有鎖得那麼緊 要一條高一點的頂線 兩條都穿了 而且技術上 這三支陰竹 暫時天天都貼著低位收 也可以再計算多個 叫做三非烏鴉 就是利淡 整個世系 衝高完回落 是的 所以應該就玩完了 當然 這個可以是一個短線的玩完 不過又這樣說 其實它上市以來都是很短線 真的可以用來做參考的軍線 其實只有三條 而且真是 下方只有一個橫行區 那我就覺得 要是你如果玩中場的話 你有個心理準備 12元見 現時是12.76元 那些12元見的話 都要站得住 否則12元 如果都是沒有支持的話 可能要下 11元都未訂 即是現在不走 首先下網12元 就要 是的 我覺得有點危 轉彎轉彎也挺重要 這個我記得 好像昨天和大家說過 兩隻的 這些叫做1951 這樣升值 1521 方達 1797 新東方 新東方是教育 今天彈了一點 新東方沒有點 667也是教育 今天又彈了一點 但是這四隻都有個弊病 就是 由上市一直不斷衝 接著最近都開始 四隻一起搭 我經常把這四隻一起盯住 經常想找一隻買的 但既然他肯搭 我就給一些耐性 有排都不買 是的 現在這些回落 就比較危險 其實本身 昨天都說這幾隻 有都要想想 是不是要走 只賺 寧願少少少 或者連少少都照賺 這樣就不要令賺 變少變多 是的 好 接著看一隻2128 今天都看過 今天也是一隻 跌得多 是的 JM就有貨 我想看看 如何好呢 今天都是高位度回落 但是 它始終仍然是一隻 強勢的股份 它又不和剛才那些 很純炒味 炒到很高的回落 這隻已經是很多年歷史 是的 8.9.3 8.9.3是之前的定位 現在基本上 仍然屬於突破當中 這隻股份 就算短線要回也好 都是一個大長的升浪 大家自己小心點 昨天市場炒作過 一些基建類 建材類的股份 除了膠之外 都有些水利 輕輕跟大家跟進 昨天我領軍叫大家買的 914 海螺水泥 我都見到 在Facebook上面 有朋友 Alfina問 914是否有阻力 它說52.95 我不知道它是買價還是什麼價 它是否想問52.95 是否有了 我記得它買了很久 它經常問的 但是 我覺得 不要亂猜 確實 那些位置是一個參考的歷史頂位附近 但是 我昨天叫大家買一例 就是價量齊升 炒水泥股份 需求 水泥價格 其實不算怎麼測 市立搞到它高開少少低走 52.2開 51.8 到時4號指陰足下 都算微不足道 有貨 繼續看著 可能看你的 52.95 我認為 股份最主要 我相信它昨天就突破了 是 看回較早之前 這個叫做11月6號 50.95 這些位置 只要基本企穩的話 就問都不用問 是否減 是否怎樣 喜歡買就買 是 是 好 本身它是 簡直是可以 長渣都可以 強小 還有 差1元左右 已經上歷史頂 好 接著看1778 Amy說 演教可不可以入 那財生活 近期都真的 多了很多 近期就算有些物館股 炒的時候 其實它都有升級 但是也 跑輸同業 沒錯 明顯有很多迫伏 生活 永昇 奧元 健康 全都破了歷史頂 這隻就 不行 一路都沉底 雖然金浪有些反彈 不用了 連那些都回落的時候 一來就證明 板塊短線就完成了 二來如果想買的話 都是以分優質的 反正它們肯回的時候 就等它們回到差不多 都是老老套套 買一些 叫做迫伏 生活 那類 那就應該可以了 好 接著看一隻 二百八萬週 就是 A Miles 前景是否還看好呢 是8.45 有貨 現價是8.21 前景是看好 好啦 你說短線這兩天 有甚麼消息 是你淡的呢 可能市場上 就炒作反對 內地的豬肉價格 近這幾星期 左近 出些數據 都是有回落的 是 但不要忘記 就是 之前一路 其實買入的原因就是 憧憬 中美貿易戰達成 人民幣的匯價改善 對於購買出美國進口的 一些消費材料豬肉 都是能力 購買力高了 又解禁了一些 在美國進口豬肉的 或者禽獄的 一些限制 所以其實那個方向 是大方向來的 雖然 裂口位置 是一度關 暫時現在半日就失了 全日不知 但是我覺得 暫時現在 即管再看著 還沒到止虧位 純粹是失了 裂口頂的支持 我儘管繼續當作 它是炒作貿易的因素 即貿易戰 如果到時簽完 它又有受惠 沒錯 都是要再提醒大家 公司方面 在美國 有很大的豬場 這間公司叫Smithfield 是雙匯 是雙匯 他們從美國出口過來 中國 變成那間Smithfield 會賺很多 這件事 儘管攤牆來玩 我想你禁什麼 都不能禁豬肉 現在沒有肉吃了 不能禁豬肉 沒有替代品 是啊 很慘 豬肉是剛衰 多貴都要吃 看看三四呎安降 安降 今天彈了一點 又開始出現陰燭 雙匯 是否要止蝕 他就三元有貨 現價是2.98元 其實你見到 九月時候的前頂 就是3.26元 今次彈 連這些位置都未試到 但去到差不多一位置 其實也有再回頭 即是今天開始位 3.16元 即是沒什麼力彈 沒錯 我想不如走了也好 如果你說用止蝕 其實就兩先 其實就蝕手續費 百幸之中大幸 當日大成交了3.53元 現時基本上都吃到入獄 暫時現在是2.98元 公司方面 其實我也是那句 當它是大升那天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基本因素去配合 而是炒一天之後 似乎也是明顯 就收了制 如果你這個看不清楚 大家可以看看 小時頭 就比較一目了然 明顯 即是說一支大藥竹之後 一直扶著這些線 最近幾重頭 頭很重 連續出了兩支陰竹 所以感覺上都是時候要小心一點 是啊 其實整個板塊業績都一般 早前是炒 政府會不會做多些整合等等 刺激一下才炒到少少 但都不太彈得上 而我那天的評語就是 如果炒這個因素的話 實在講了好幾十年 即比較好短線 又不見有實質的政策 所以大家就小心一點 一日課仔的股份 今天780不是彈一點的 今早就猜到Jason一定做錯事了 他就說 每次都放完才爆升 錯失了 可能這就是他升的原因 其實是 不過其實本身 就算你有貨 其實他一直都在 大約是 十一十二至十三個半左右 其實都是上一位置震盪 就算現在升 即是他跌的時候 亦都沒有說穿底 那升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說彈得厲害 沒有說穿底 是啊 所以一尾就這麼悶 是啊 拿貨就悶 只看也悶 一日未突破 都沒有需要特別去追 好 時間差不多 現在就恆指 中午收報26,966點 跌26點 下週回來 3點45分 回來再跟大家看視 到時見 拜拜